与同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7月23號 星期二的一個盤中解盤節目 我是崇緯博 今天的台北股市 早盤呈現一個開高的一個格局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盤中11點鐘 整個大盤的走勢 現在大盤只上漲1點 在平盤附近這邊震盪 成家量的部分今天有增加 目前預估的大概是1390億 可能大概1400億左右 再1400億 現在在平盤這邊做震盪 但是今天是呈現一個開高的格局 開高之後卻持續的一個走低 這個盤是越來越難操作了 有點口急 這個盤是越來越難操作了 這邊微博要鄭重的 透過我們這個 就是盤中的這個解盤的節目 來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如果你現在 你現在可能你打開電視機 有很多老師 然後很多分析師跟各位講說 現在趕快做股票 這地方很好操作 這地方要漲到1萬2000點 要創新高 我站在我的專業 我對這個盤勢的一個看法 我要給各位做個提醒 如果你問我說 魏保老師 今天開高走低 這一波是不是已經漲完了 我跟各位講還沒有 如果這一波已經確定漲完了 我一直跟各位講過 我的測標就會給各位答案 如果這一波確定是漲完 我會把大盤改成向下 各位這樣懂意思嗎 好 我們這一波以來 從什麼時候開始看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格局 今天是7月23號 這是加權 大盤加權 這一波是不是一路都是走多 走多的過程當中 又突破了這個下降反壓線 然後沿著 原本是有一條 第一條的上升軌道 現在變成這一條 叫做第二條上升軌道 好 現在就是沿著 這個上升軌道做進行 來 我請問各位 今天雖然開高走低 有沒有跌破了這一條上升趨勢 還沒有 好 有沒有跌回去 這一個下降反壓 也沒有 現在是在這一個範圍裡面 在這個範圍裡面 微博什麼時候開始帶會員看多的 在這個地方 在這邊 如果說你不相信的投資朋友 其實現在網路的資訊非常發達 你只要上Youtube 去尋找包括我 或者是其他老師都一樣 幾乎每一個分析師在電視上面 所講的解盤 每一天都被記錄在網路上面 所以你仔細去看一下 我們是在5月31號的盤中節目 5月31 今天已經到了7月 7月23了 幾乎快兩個月了 快兩個月了 5月31號的時候大盤 那時候我們給各位改成向上 5月31號是什麼時候 5月31號是在這邊 在這個位置點位 當天的盤中 因為5月31號之前 這邊都是向下 各位還記得嗎 從5月6號 然後開始出現的下跌 都是向下 從這一天開始 然後我們就一路看多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好 既然這一波 還沒有結束 還是多方 為什麼微博老師會跟各位講說 這邊的操作你反而要小心了 你不要聽到很多人跟各位講說 這邊還是一個大漲的格局 然後會突破1萬2千點壓 要趕快買進股票 如果再不買就來不及了 如果你現在 來 我跟各位講 大盤已經來到這邊了 今天最高到哪邊 到10994 到10994點 也就接近1萬1千點了 如果你是現在才要開始做多 如果你是現在才要追股票的人 我反而要提醒各位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點位 這個位置點位 他已經開始進入高檔了 這個部分 我不是只有在今天才跟各位講 上個禮拜 這是我們在7月16號當時候 指數還在10800點的時候 當時候還沒突破這下降反壓 對不對 往來再觀察會不會突破 但是它還是一個多方 我們從5月31號開始看多 對不對 我說10900點以上 如果漲上去會開始進入高檔 會開始進入高檔 好 什麼是進入高檔 來 各位 所謂的進入高檔 不是代表這個行情確定結束 而是主流會異位 而是很多股票 它會領先出現的下跌 它或者是它會見高點 然後主力會利用 現在還在漲的一個狀況 開始出貨 開始出貨 也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股票漲 你去做追股票 你會開始賺不到錢 我舉例一些股票給各位看 先舉例我們操作的 來 各位 這是操縱 操縱是這一波非常兇悍的股票 如果你有鎖定微博的節目 你就知道說 我們有帶會員操作操縱 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買 從5月底 6月初 然後後來7月3號有做了調節 然後7月10號又再買進來 好 一直到現在 操縱 你如果打開電視機 或者是網路上 現在每個人都跟各位講操縱 其實每個老師 現在都跟各位講操縱 為什麼 因為操縱大漲了 對不對 好 操縱昨天 大漲 昨天收在239.5 這個漲幅非常非常兇猛對不對 從微博這邊 171代會員買進去 這邊獲利的話大概是70塊 好 重點不是在這個 重點是現在每個人 都跟各位講操縱 每個人都跟各位講操縱 趕快買 趕快買 操縱的成交量也放大 對不對 本來是沒有什麼量的 然後到放大了量 現在開始有人去追 好 追了之後開始震盪 好 你問我說 微博老師 操縱今天有沒有出現賣點 還沒有 今天操縱雖然是下跌 但是還沒有出現賣訓 所以目前為止 微博手上的操縱還是續報 但是我已經在準備看 什麼時候要賣了 如果他出現賣訓 我就把他做賣術的動作 就這樣子而已 對我而言我是站在什麼 我已經站在獲利的角度了 對我而言 我只是賺多跟賺少問題 如果他今天只是洗盤 那我就續報 如果他今天有出現賣訓 我就把他賣掉 各位 這個操作的一個原則跟邏輯 他跟追高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到昨天去追操縱的人 你現在套牢 你現在 我到底要不要賣 你面臨的是風險上的問題 但是對我而言 我是面臨獲利的問題 所以其實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你操作的買點 你是買在哪個位置點位 好 不只操縱 我再來做舉例 3035的資源 好 今天目前跌一塊 好 這一波如果說 你有鎖定微博的節目來講的話 你也知道說 我們帶會員買 資源買在這邊 一路漲上來 等一下我們再給各位看證據 好 資源我已經賣掉了 我在這一天已經全部都賣掉了 全部都賣掉了 好 我們的獲利是這樣子 一波上來 對不對 好 現在的資源跟我沒關係 他上漲跟下跌跟我沒關係 因為我手上沒有 我手上沒有資源 但是 來 各位你看 當現在的資源在做震盪過程當中 很多人是漲上來才去追價 漲上來才去追價 如果你是漲的時候去追資源呢 現在呢 現在在那邊心情跟著七上八下 你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聽到別的老師講的 或者是你看到他漲 心動手癢去追高 所以我一直強調 股票絕對不是追來的 現在的位置點位 台股我認為從10900點以上 開始進入了高檔 開始進入高檔 雖然多方還沒結束 但是很多股票的主流會異位 這個不是只有在上市的股票 就是家權 包括OTC 我們在上禮拜也跟各位講 OTC從142以上 它開始進入高檔 進入高檔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OTC 目前的OTC 小漲0.35 142.36 142.36 大盤多少 大盤現在漲2點 10947點 漲3點了 所以目前的大盤在10900點之上 目前的OTC在142點之上 來 請問各位 現在我要提醒各位 它叫做進入高檔 它叫做進入高檔 所以進入高檔的過程當中 你就要注意到 會有一些主流異位 你千萬不可以追股票 因為你如果看到股票漲去追價 你有可能會有套牢的可能性 這個風險你不可以不顧 我再舉例一檔股票 很強的 也是這一波非常強的股票 叫6278台表科 來 各位 台表科現在漲1塊 還是上漲的 但是早盤曾經一度衝高 快到漲停板 今天最高到多少 78.4 現在只剩73 如果今天去追高台表科的人 你今天追高台表科的人 現在現賠5塊錢 現賠5塊錢 它已經漲了這麼多了 然後今天創新高的狀況下 你去做追高 各位 你想看看你是對的嗎 所以股票絕對不是追價來的 各位 如果說 你的操作思維都是那麼的短線 然後你看到股票漲你就去做追價 你用賭的心態去投資 就變成投機 這樣的話其實你長期來 你不會是賺錢 你可能短時間會讓你有 賺錢的一個感覺 但是你長期間 你去看一下你的證券 不管是證券或期貨的帳戶 你再統計一下 今年 現在已經是7月23號了 你去統計今年1月份到7月份好了 不用統計到年底 請問你是賺還是賠 其實今年是有行情的 因為今年的行情走了兩波 第一波是年初的 1月份到4月底 第二波是從5月底到現在 其實是有行情的 但是如果你是短線做進出 來來回回做進出 做價差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跟各位講 你自己去打開你的存折 你打開你的帳戶的存折 就是證券戶的存折 到底是證的還是負的 這個不用我講 你自己去檢視就好了 微博要給各位帶來一個 正確的觀念 股票不是每天在那邊買進賣出的 股票是看到一檔股票 真正出現起漲的買點的時候 去做買進動作 如果是放空 是看到起跌的賣點的時候 去做放空的動作 而不是追高 如果你是做追高 我請問各位像這個怎麼辦 我再舉例一檔極端的例子 因為昨天這檔股票漲很多 叫智欣 來 各位 昨天的智欣 昨天的智欣 昨天的智欣是一根紅棒做突破 對不對 好 各位 你如果昨天去這智欣 很多人想說 智欣又要起漲了 整理完又要起漲了 突破對不對 突破前高 又要起漲了 買進去 你如果買進去 假設昨天最高107 你買在昨天107 今天剩99 今天剩99 昨天還有107 昨天是7月22號 你想看你追高 到底是對還是錯 目前為止 因為大盤他已經進入高檔 我這邊再給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認為進入高檔 的原因在哪個地方 我們先從技術分析來跟各位講 這是過去兩年來的一個 大盤每一次的高點 1萬1200 270點在這邊 這也是超過1萬1000點 這也是超過1萬1000點 好 這是今年的高點 11097 都超過1萬1 都超過1萬1 過去的一個 每一次超過1萬1的位置點位 我們把它畫了一條 延伸的下降趨勢線 好 各位 我們拉近一點看好了 為什麼上個禮拜我跟各位講 進入了1萬0900點 到1萬1000點 大概就這100點的空間 我把它畫了一個橢圓形 這地方為什麼我叫高檔 因為他剛好面臨了 這個前波的壓力 這個前波壓力 剛好就在1萬1000點左右 所以已經從這邊 漲到這邊來了 你要在這個地方你去追股票 對嗎 其實做法各位應該要了解 我一開始跟各位講說 這個行情到目前還沒有結束 它還是多方 但是操作難度增加了 所以操作難度增加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叫做不追高 這是我今天我想 我以為我在節目裡面 要提醒各位的 等一下 我們從股票部分來做說明 我們這一波 從5月底6月初開始操作 我們是如何帶會員操作 如何不追高 如何做波段 股票不用多 進出次數不用多 不用在那邊每天進每天出 不用 但是你卻可以賺到10% 20% 30%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從股票部分 來跟各位做分析 在 Wakko-kan hoy 好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見稿支付 LIPADE H packing包 全的摺抵無上限 PU 뽑 Happy Go 80點限折二十元 網內亞洲乱禮通 每趟回饋十里數 利急開啟55688AB 點數摺抵最滑散 動態回سم 並打工夫 陳老師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亏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传专线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总部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总部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亏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传专线02-8773-8859 8773-8859 您好 我们是内政部移民署 eGate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会给您方便与快速的通关体验 第一步骤 请将护照发至对人资料页面 对人资料页面朝下 接着靠左三角对齐 至于护照读取机上 完成感应后 假门打开 第二步骤 眼睛直视机器上方镜头 同时手指按压机器 右下方指纹按压机进行辨试 辨试成功及通关完成 It's easy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台股的走势 成交量有稍微再缩小一点点 现在是1367亿左右 大盘就在这边做震荡 现在小涨5点 小涨5点 这个盘还是一个多方 多方的一个走势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 它的一个架构 就是沿着这个上升轨道线里面 做进行 现在也突破了 这一个下降的一个压力 所以现在位置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只要在这个地方 没有跌破之前 没有跌回去 这两条线的下方之前 基本上都还是多方 都还是多方 但是因为指数已经从10200点 涨到现在了 所以整体走势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讲 10900点以上 我认为开始进入所谓的高档 进入高档 不是代表多方结束 而是代表操作难度增加 为什么 因为有的股票会涨 有的股票会跌 所以很多股票 如果一旦已经是涨到高档 涨很多的 喷出去了 成交量放大了 你都不要去再做追价了 或许后面还有一些空间 但是你的操作的技巧 你没有办法发现一个卖点 或者是你的动作 没有办法很快 你去追股票 反而对各位的风险 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像微博在带会员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把 就是完全把握这五个原则 第一个叫基本面选股 第二个叫技术面买进跟卖出 第三个是不追高 因为追高风险一定是高的 第四个买进设停损 赚钱我就设停利 会员持股一定是三档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三档股票 你真的赚钱了 你才能够真正赚到 如果我叫会员买 买了五档 买了十档 来 各位 我请问 你的资金要怎么分配 如果假设买五档 每一档是买20%的资金吗 这样或许还可以 因为五档的一个比例 相对是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你一档股票买20% 如果涨上去 也是20%的资金赚钱 所以我把档数再往下降 降到三档 所以三档你每一次买 就是买三分之一资金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一波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多 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们从五月份 五月底就开始做多 五月底是什么时候 五月底是这个时候 这边的时候就开始做多了 好 那我让各位看一下 当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 当时候我们的做法 是不是完全照我的一个规划 照我的纪律跟照我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带会员 是不是买期涨 我们带会员操作股票 是不是只操作三档 所以我给各位看 我们先给各位看 我们的一个普通会员 就是目前微博的会员等级 有分成两种 就两种而已 一种叫普通会员 一种叫特别会员 普通会员所买的股票 是价位比较低的 因为资金比较少 我不可能说叫你买那个 100 200 300 400 几百块的股票 因为几百块的股票 买三分之一 搞不好你连一档都买不了了 你可能买了一档就没了 那我怎么分配你的一个资金比例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普通会员买的股票 就是买低价股 100块以下的股票 用这样来做分别 我给各位看 我们从5月底开始做多 对不对 5月底做多什么股票 来 第一档是8028的申阳办 申阳办 5月27号买进的 5月27号 我们来看申阳办 我给各位看的股票都是 我们都是从基本面选出来的 5月27号 来 5月27 当时候申阳办从那边跌下来 5月27号的申阳办 当天收42.65 没错了 5月27号 43元左右 直接试价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来 我再讲 为什么要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因为我股票最多买三档 买进去设停损 43元买进能不能成交 一定成交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42.65 所以一定成交 好 重点在于 你仔细看我们当时候所买进的 是不是买起涨 是不是买起涨 在这个位置点位 是不是买起涨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那个起涨才可以让你获利最大 好 这是第一档 各位 我要你看的是这个三分之一资金 好 第二档 当时候 各位你看的是普 没有什么普一普二普三 我们就是一种而已 就一种而已 好 第二个 也是普 所以是同一个会员等级 同一个会员等级 因为这样才可以知道说 是不是确定买三分之一资金 是不是只有买三档股票 第二档是3038的圈台 3038的圈台 5月29号买进的 好 这一天 当天收15块5 5月29号10点07分 15点35 直接试下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一样设停损 当天一样设停损 好 来 各位 我们买的位置点位是在这边 请问是不是起涨 是不是起涨 是 这是第二档 我们时间不够 讲快一点 第三档 到6月10号了 为什么 因为 从5月29号 5月27号 我们已经买多少了 买了三分之二资金了 也就是假设你总共资金100万 已经买了66万了 已经买66万了 所以剩下的 我们要找到的起涨股票 8234新汉 6月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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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8月10号 6月10号 这边 6月10号 新汉 来 新汉 8234新汉 那27.3左右 直接世界上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来各位 同一个会员 同一个会员 普 普 没错 普第一档三分之一 普第二档三分之一 普第三档三分之一 买满了 没了 没资金了 所以买到这样子了 应该就买满了吧 6月10号 27.3 6月10号 27.35 所以买这边 来 请问是不是起涨 请问是不是起涨 所以操作的过程当中 微博把握一个原则 我们是真心在带会员的 不追高 我一定是买起涨 那怎么样才可以真正赚到钱 三档股票 我们都是从基本面学股 从技术面去做买进卖出的 我就是运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来跟各位讲 我们其他做的股票 这个二望专案 主要是针对于 你如果资金比较小 或者是你想尝试一下 微博的一个做法 它是一个非常CP值高的专案 各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做一下询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个盘中解盘 就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运通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解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点开始 正式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台股直播室 运达通货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家机 传单线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通货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通货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家机 传单线02-8773-8859 8773-8859 你不要索转了 要索转不要搞定想 你不要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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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照相啦